蓝希哥擅自开Boss了 什么 好卑鄙 蓝希哥开Boss了 我们没有 还敢狡辩 拉Boss的就是你们蓝希哥的人 大家先别动 把这个事弄撑住再说 让我们不动 找你们蓝希哥的枪的Boss 兄弟们 上 灭了蓝希哥这帮无耻之处 鸽回的兄弟 我们家帮朝来 祝你们一臂之力 怎么有这么好心 看 别想抢Boss吧 你们这在打什么 Boss都被蓝希哥的人 偷走了 说我们什么好人哪 你们跟他们一样的 Boss掉过来了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啊 空后多时了 准备迎进 好 蓝希哥公然破坏约定 出尔反尔赢贡的Boss 今天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 称卫就能证明 一定是我们蓝希哥的人 你投听完荣耀吗 敢问各位会长 谁手里没有借投顶蓝希哥 称卫的账号角色 你说不是就不是了 谁知道这是不是 你们蓝希哥的算计 就为了一个六十五级的Boss 做出这种自毁名誉的算计 请大家理智地想一想 值不值得 我相信 在场任何一家工会 都不可能做出这么无耻的事 肯定是另外有人搞鬼 莫非 兄弟们 上 先缓缓输出 有工会找上我了 希望以更高的代价换下这Boss 怎么个说法 这Boss的意义 已经不只是材料那么简单了 还关系着俱乐部工会的名誉 两位 你们可得抓紧考虑了 Boss马上就要暴走 这一暴走 咱想手下留情可就难了 我列的这份材料清单 两位意义如何呀 没有问题 但你要配合我们 向诸玩家澄清 这场闹就由君木校集同伙负责 与蓝希哥无关 遵照利铁为证的约定 这Boss 最终要由轮回击杀 好说 一手交材料 一手交Boss 既然轮回没问题 那就这样吧 东西马上送过来 你需要的那个身腹之灰 我帮你直接要到了 就这么点啊 身腹之灰我杀的Boss也能报到啊 只要一样也太亏了吧 当然不可能就这一样 其他材料都是我需要的 我靠 你有没有人性啊 我这累死累活 你一个身腹之灰就把我打发了 你看你给大爷多要点 不然我立刻杀的Boss给你看 两位 目前情况有变 怎么 Boss出什么问题了 是这样的 我这边呢 有个同伴特别没下线 看到两位着急 就大敲黑心竹杠 我都替他感到惭愧了 不过没办法 Boss现在在他手上 我呢 也只要把他的信单 也传给两位看看 一个军魔校就够瘦了 居然又多出一个更美人性的 你以后日子还怎么过呀 两位老板 你们是过来接仇恨呢 还是让我们直接加入你们的团呢 放心 售后福无令收费的 不劳诸位了 我们自己 你 你 你就是那个 家伙我们蓝锡阁的卧底 正是老夫 可以的话 希望你不要替我出工会 为什么 因为蓝锡阁的福利还是比较好的 怎么会有你这么好言无耻的人啊 这么大工会 心眼真小 两位老板早安 以后多关照 升级银武可真难 绑架Boss敲竹杠才搞得这么点材料 大爷我都为死付出被踢出工会的代价了 神之领域不比新去 他们实力更强 而我呢 更势单力薄 有了这么一回 他是要被彻底当成争夺Boss的威胁了 他们要是防起来 还真够强 你说的是 抢到一个Boss 比直接抢到他们工会会长的命还麻烦 要是能知道他们杀完Boss 材料在哪个人身上就好了 不抢Boss我们抢人呗 你也太没下线了 下线 那是什么呀 能当饭吃吗 我真想要材料啊 材料 那要不要再弄些卧底 请大工会搞材料啊 哦 又卧底 怎么搞 这次要卧 就卧一个团进去 你看 以你的技术和能力 成为大工会团队核心 还不是轻而易举 到时候再将你这帮兄弟吸纳进去 建立起一个精英卧底团 那还有什么材料信息 是接触不到的 哎呀 你真是太无耻了 居然想让我和我一帮兄弟 都身陷火坑啊 怎么能说是火坑呢 大工会的福利 你懂得 这倒也是 那进哪工会你有没有建议啊 有把握就行 你自己看着办 轮回怎么样 看他们今天这举动 是想在游戏里搞出一些关注 野心够大的 轮回不错 有心做大的话 你混进去发展机会多 上位也更容易 准了 都齐了 来吧 诶 成了 诶 成了 物理攻击五百三十五 法术攻击五百三十五 体力加持 力量加持 智力加持 精神加持 体力 力量 智力 精神 各加持 四维全加 属性还不错嘛 五十级的散型态 也是一种武器了 嗯 其实武器 全账 你有没有钱啊 现金吗 要多少 我是说游戏币 游戏币啊 竹岩霞身上还有一万多金币 都给我吧 我去搞个骑士号 再弄点装备 你要骑士号做什么呀 混进个工会 当MT 什么 你的意思是 你也要亲自下场做卧底啊 差不多吧 诶 有新人呐 欢迎新人加入我们霸气雄徒四分会 看你装备应该是个骑士MT吧 你们和他ID 这名字有够嚣张的 吴迪翠俊朗 对啊 我是MT骑士 你好啊 总会长亲自找我有什么指示啊 听说最近你们四分会的副本进度不错 挖到什么新人才了 是的 有个叫无敌醉俊朗的骑士 名字虽然嘲讽 但做MT的技术确实无敌 MT 他最早是在霸气雄徒外围扶植的 灭天空会被发现的 第一天就穿着一身破烂装备 帮我们团首次突破了百人副本 打得出湖线冲锋 还精通水战 要不是我们缺乏经验 或许已经把副本记录破了 你觉得他水平有多高 应该 在我们四分会第一骑士飞扬之上 这个人 怎么 下次抢BOSS的时候带过来吧 我亲自见识一下 行吧 嗨 久等了 你这排场够大的呀 怎么 霸气雄徒总会长亲自迎接你一个新人 你好 不会认出你了吧 应该不会 相信我的卧底技术 会长 这位就是新加入我们四分会的骑士高手 无敌醉俊朗 幸会 幸会 早听说兄弟你技术了得啊 今天总算是见到了 你听到的传言 货真价实 那是 那是 刀锋峡谷那边的BOSS 刀锋剑克朗锐刷新了 我们马上要去支援 正好看到兄弟你在线 不如一起吧 行啊 抢BOSS 这个我最擅长 不是吧 抢BOSS 还是目前荣耀 最细有最高难度的七十几野兔BOSS 人家卧底都是三年又三年 这一家伙才潜伏两天 就混进BOSS队这么核心的经营圈子 事不宜事 我们这就出发 咦 霸起雄头这儿没人了吗 真让个赛妮打头阵 哎 看着韩晨的装备 还敢叫吴迪最近朗 这家伙 站这么高间 也不低调点 说我吗 我今儿路过了一个高手 看这里热闹 过来帮帮手 这人 真是大烟不惨 这是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份吗 难道是职业选手 霸毒启示 郑城风 喂 干什么 警告你别乱动 别激动 我只是想看看BOSS在哪儿 刚才站后边看不见 我说你没听见吗 干嘛呀 看看也不想 兄弟 去把BOSS偷过来 有没有问题 我试试吗 好 我们会尽力给你掩护 不好 把小车开怪 快 跟上 可恶 被打几雄冲先摸到了 干得好 牧师 扶住 快去支援 支援那个群势 是 我们牧师居然全灭 这弹药专家是谁 埃迪是浅花迷人 没听说过这号任务 百花库全员听令 支援浅花大大 给我滚BOSS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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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